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我是抱着这种形态上的账 中国大陆在爆出遏制导游 以死威胁游客必须购物 事发在云南 当地政府表示已经掌握线索调查 而现在正值旅游旺季 却传出车队未经核准 开进新疆东南部的罗布博 这是荒漠无人区 6到9月地表温度超过70度 因为现在这个地表温度很高 地面的硬度和春秋的时候 和冬天的时候全部一样 表面看起来很好的地面 在这个时候进去那就是很炫了 车进去啪啪就炫了 新疆的罗布博即无法徒步走出来 车子一旦陷入就变成铁棺材 传出试点之后 现在三死亦失踪 你必须是卫星电话嘛 手机信号也跑死的 他要是说周边 后期力量很强的话 打个电话应该有车能来救援 最大的危险 无法曝出你遇难的遇险的位置 任何一个环境都会导致你死亡 另外贵州的范进山千年佛教遗迹 列入世界遗产 本该是青砖灰瓦 却被漆成了粉红色 园区还一度扯谎 有多家媒体联系警区工作人员 得到的回复确实 原来的青砖黑瓦没有刷成红色 可能是游客拍照时使用了滤镜 这一说法随即遭到否认 贵州范进山风景区改口承认 是外墙维修不完善 因此五名负责人被调查 三人被免职 但千年一击一旦破坏 很难再复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